何時後 只要想買賣就可以買賣 全無後顧之憂 立刻下載民眾期貨王 即時體驗全新的期貨交易模式 民眾期貨 買賣投資 一手掌控 期貨很高峰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中環財經連線 今晚我們歡迎新嘉賓 Larry紅龍泉 大家見到他的樣子 應該都很熟悉 當年是否有個肚子 叫少年股神 Hello 大家好 是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肚子 不過已經是若干面子 我經常說我不會做少年股神 不是少年 已經是中年股神 也不是很年輕 多謝少年股神 Larry就加盟 不是加盟 來到我們這個頻道 就是中環財經連線 民眾財經 間不中逢星期三 就會上來和我們分享股票 或者一些資產管理 或者財富管理上的心得 因為我知道你都是很有經驗 以及幫客人搞開這些事情 應該都有些貼事 因為我看過你的網頁 看到你最近也做一些公司專訪 也有些心得 待會看看有沒有時間 和你分享一下 和我們分享一些選股票的心意 但我們不如先看看市場 本來我今早早 對市場沒有太大期望 因為昨天3萬點 又上不了 但今早早高開也過百點 本來昨晚美股很強 你美股有沒有心得 我看到美股很強勁 昨晚納指和標普都創了收市的歷史高位 其實道指都不錯 都升過百點 其實美股的強勢 可不可以傳導回到香港這邊 香港這邊雖然升高開過百點 但現在全都借了 是的 暫時 但好像Karina說 美股是非常強的 但最近 尤其是上個星期之後 看到中國股票開始 明顯有少許轉弱 我覺得上個星期 中央說了一件事 其實它說了幾件事 一件事就是 我不想大水萬貫 不想狂地把錢放進市場 其實這令市場氣氛絕對有些受到影響 第二件事 其實它也說了 之前內房有一期都升得很好 但是最近你看到內房也弱了 因為它說 其實房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這件事也令到 譬如一些內房 甚至可能水泥 各式各樣的資產 各個資源類的股票 其實都有少許影響 還有第三件事 其實今早出來之前 我再看一看 看完美金 其實最近美金也強了很多 是啊 97.5%就是100%了 不覺不覺 其實又上了去 其實這個 其實美金強 它是避險 還是不是避險 這個我想不通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也在思索 究竟是不是 原來可能大家覺得 原來美國經濟其實是不錯的 反而那些錢 會不會是由新興市場 返回美元的資產 你看到美股最近很強 那會不會 我在想 是不是這個部署 所以導致譬如中港股市 其實是偏弱的 但美金是偏強 美股又偏強 會不會就是這樣的資金流向的關係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就解釋為何美金強 就是避險 情緒升溫 所以就留在美金那裏 但原來不是 因為看好美國的經濟 其實不是太差 所以錢返回美國那裏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那些錢會不會說 倒過來不炒新興市場股市 不炒內地股市 不炒港股 走回去炒美股 所以就剩下了 所以港股或者內地股市 會剩下一段時間 甚至乎有機會呢 因為你這麼久 整兩個星期 在橫行三萬點上不到呢 其實會爆邊的 這個機會也很大 其實是 我也覺得 而且始終市 回看來其實都會升得比較多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說 慢慢升一些 甚至有一點點回調 其實我覺得 對整個中國股市 可能其實是更加健康的 因為如果你一味這樣升上去 其實回想起來 就像去年年頭一樣 如果你越升得越急 可能越快玩完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未必對 大家來說是一件好事 是 即停一停 是的 所以有可能 上個禮拜 那三萬二百八十點 有可能短線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但如果要回回得深不深呢 譬如我們看一條十天市 就最近在十天線附近上落 是 再下一點點 就應該是藍色這條二十天線 是的 接著有五十天線 是兩萬九千頭 兩萬九 那條二十天線 就兩萬九千六左右 就是看二十天線 再看五十天線 是的 我想現在大部份投資者 可以留意 就是看之前有個上升的裂口 其實看到裂口 大約是兩萬九千三 這些位置 那首先看看裂口 會不會守得到 就是不要補回那個裂口 另外第二樣東西 我覺得看上去就是五十天線 我覺得投資了港股這麼多年 其實五十天線是非常有用的 一個指標 因為你見17年大升市的年代 其實每一次可能碰到五十天線 可能三天內 基本上都有支錢 就上回去 那看回18年 一個大的跌市 一個紅市 其實基本上就是 6月的時候穿了五十天線 一穿就 滔滔光水 他就沒有回頭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講 其實五十天線 會有一個挺重要的支持 慘了 這股市真的悶得沒有朋友 現在它是 又變回微跌了 變回是 我們先補一補價 本來今早上高開過百點 現在不升不跌 是29,962點 內地股市也是 上證指數未跌1點 至於深圳方面 創業板指數好少少 也不是 都是升不到1點 真是激死 深圳成分指數跌了13點 但其實跌幅是很小的 完全香港內地 都沒有跟到美股破頂 破位走勢 但剛才你也說得很好 上個星期 一來中央政治局 有一個明確的訊息 瑞銀就說 其實因為經濟復甦這麼快 市場就不應該 再對大規模刺激措施 有一個期望 之前也傳聞 人行會定向降準1.8% 但不知道在哪裡傳出來 現在有些人 人行旗下的金融時報 已經否認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跟美國是否一樣 如果內地經濟不差 它才不幫助經濟 其實我們可否查回經濟好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市場是很有趣的 反而我覺得大家是對於 如果經濟資料越不好 可能大家對股市的期望更大 反而現在就見到 好像Karina說 經濟數據原來 Pick up 比大家上升更快 反而大家就怕中央會不會收回這招 或者不出得那麼快 譬如好像最近那樣 上個星期最初有說過 可能汽車又會出一些補貼的政策 但是你見到其實汽車股基本上升得過一天 之後都會 包括代理商所有東西都會 因為其實你見到一些車的 譬如吉里 其實最近吉里的董事長 都有走出來說 CEO他走出來說 他覺得其實那些汽車補貼的政策 其實未必會這麼快出的 反而他覺得可能是貿易戰 大家談到差不多 之後才出 所以大家投資者又會覺得 原來大家預期 打算那天傳得出來 應該很快出 原來又不是的 可能都要攤回3至6個月 大家又覺得 不如我先走了 不要炒住了 是的 真的先走了 你看那天的吉里 那些乘4% 17個多 整版的汽車股是不是對手 還有我昨天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內地有間車廠合資 跟內地合資的 外資合資 就爆出這個甲傳的醜聞 就說有些維權 不知道會不會這件事 就會蔓延下去 這個純粹是題外話 其實整個汽車股的板塊 都是受到中美的貿易戰 以及內地的政策 那個不明朗因素的影響 對 是的 我想比我們消費者 如果你預期 可能未來會有優惠政策 我們都不要買車 就是退遲些買車的計劃 除非你真的逼著 現在馬上要 是 所以整個汽車股的板塊 暫時都不會說 很有明朗明確的方向 其實之前有10元 升上17元 都已經是那個幅度 那個反彈幅度都很足夠的 就是你從24元跌到10元 就腰斬了 但是由10元升上17元 其實就升了六七成了 是的 還有可以留意最近 應該是剛剛今天公佈 就是股權變動 其實應該吉利本身有些 就是公司管理層 都應該行駛了一些期權 就是行駛一些option 就是沽貨 我想這件事短線來講 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會不會是吉利管理層都覺得 其實早兩天升到差不多了 其實會不會短期內都已經 自己都先代了 都估了一億多 一億多金額 錢 對 錢的角度 好 今天吉利跌了3.9% 我們看一看其他汽車股 1114 都是偏遠 跌了5千 另外1211 今天都是偏遠一點 上個星期很厲害 正在上60元的樓上 很長的陽軸 我們看看 觀眾Tommy想問一下 778 Richard 長線 剛才你也是看價值投資者 是 絕對是 會不會是 因為其實從高位 他不是說偏遠很多 但沒有之前 很多隻都是這樣 他 二號 三號 就是一些利益 其他那些 其實從高位都下了一點 不是說下得多 但最近這個回落的趨勢 其實是跟美國的10年國債 有關的 還是Risk On的情緒 升了有關 還是因為其他因素 其實我覺得幾方面的因素都有 Girina說 我覺得最主要 我自己覺得是因為真的升得多 因為其實你看到今年年初開始 我想由去年尾正式說 美國說我不會再加息了 其實基本上他們都升得很好的 是的 其實上到 所以好像你這樣說的 正如所有避險類這些股票 基本上可能是三月底這些位置 三月中後基本上都全部 叫做見了一個短期的高位 是的 但我覺得像778這些 如果你真的來高位計回下來 差不多都4、5號 我覺得反而其實應該會有些支持的 還有其實我覺得主旋律都是這樣 其實未來的世界 可能都一直不知道會保持多久 就是可能很低增長 又沒有什麼加息的空間 甚至有機會減息 所以這一類的資產類型的股票 很穩陣的 收到息的股票 我覺得長期來說應該都不會差 可能投資者的角度應該都是 繼續在想 會不會可以逢低 就儲一點儲一點 是 你會選哪一隻呢 現在一隻8、2、3的顏色 所有人都知道很低 是 2、8、7、7、8 現在的顏色有5、2 是 就是不果不失 你的收息股來說也不算很強的 6、8、2、3有5、5 有沒有一些高一點的 其實我 8、7、0、0、1 等一下 8、0、1 有沒有一些什麼心水 我覺得如果要平衡 就是穩陣 加上又有收息的程度 我覺得可能7、7、8 或者6、8、2、3 就是香港電信 這些會比較吸引一點 因為剛剛香港寬頻又升了 不然我本身覺得香港寬頻也挺不錯的 香港寬頻息率四來一 是 因為它剛剛之前也升了一成多有多 因為剛剛通過收購的方案 是呀 突然升了上升14 不然原本就差不多接近有5厘左右 就是本來12多就可以口質寬敗 那就不要緊 可能會有個市媒的時候它會下一些 是的 就是市市20天市市50天市的時候 可能它會下一些 是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這位Tommy 就是7、8、REIT 就是長線收息是可以的 是 另外還有一隻659 不知道你沒有研究開 這隻659 我覺得很多觀眾都喜歡的 是的 都回了幾多 你怎麼不喜歡啊 當時說他買了一隻富通 然後就借了 是 借了 不知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投資者可以留意 其實看回他剛剛那份業績 其實他那份業績就真的一般 是 因為過去很多年 其實基本上每年他都有增長 但是剛剛這份中期業績 就做得不太好 所以你看到那個股價 自從中期業績之後 就一直開始回 我覺得現在暫時市場會是有些不清晰的 究竟會overall 全年 就是等著他全年 究竟全年會不會都做回有增長呢 還是可能今年 不好意思了 真的做不到過去幾年做到的事情 還有富通那方面 我覺得富通這個收購 如果從長線看絕對應該是好的 但是你說短期內 會不會真的有一個很明顯的幫助 暫時有沒有 如果看股價上面 我覺得它是偏弱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用一個中長線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新世界整個系 其實在Adrian上了台 正式掌權之後 我覺得其實整間公司的透明度 所有東西 或者它在交出來的功課 其實一直都很不錯 第三代 第三代 譬如它最新的一間酒店 有些朋友去過 你不是去過嗎 我沒有去過 我打算找時間去 是啊 挺好的 很多朋友去完拍照 都說很漂亮很正的 還很貴一些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整個新世界 你覺得它有些脫胎換骨的感覺 新創建今早做到編員 但是你看到它去到16.3 它就沒有掉下去了 這個算不算是個底呢 我覺得暫時就不是很確定的 是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想買一間公司 我覺得盡量都是後低慢慢買 就是不要一注買 就是有時我們買股票都是這樣 譬如我自己操判都是這樣 可能我一注 可能是1-2%的股票 如果它再下跌 我就再加 是的 可能我最最高的 可能假設我想買7-8% 可能我都平均分2-3注去做 好 如果第一注你會建議在甚麼位置 我覺得現價其實可以留意 可以買第一注的 好 這個就是新創建 這位朋友問甚麼 看看他問 兩隻哪個值得投資一些 即659就是值得投資 現在可以買第一注 1686是甚麼 看看 其實是1686 哦 新意網 哦 是的 因為它做了主板 忘記了我的號碼 是的 以前是 808 其實新意網都去更新一下各位觀眾 因為我們之前見了新意網的管理層 我們平時也做很多公司的專訪 其實跟新意網管理層溝通過 其實它剛剛逼了一塊地 其實都比較貴 其實自從逼完那塊地之後 反而股價開始急升 大約是 我想是這些位置開始 因為地皮升了 其實可能我覺得市場是這樣想的 它覺得因為短期內 其實都未必再有新的地可以撕 如果新意網撕在那塊地 其實它基本上叫做壟斷了 很多的資料中心 還有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它最近跟科學院那邊 科學院那邊有些官司 因為其實科學院那邊 其實理論上它的資料中心 其實不可以分租給其他人 是的 它有一點點走法律 所以新意網其實最近在告它 其實我想市場都在這樣想 如果假設整間公司真的告到它 很多客人就會有Sense Park 轉過來新意網這裡 而它又投了這麼多地 變成它就可以很壟斷市場了 但是唯獨有一點 我覺得新意網其實 如果你看很長期的話 其實絕對是一間很優秀的公司 但是其實你看看它的息率 其實相對是很低的 是的 以前沒有那麼低的 是的 以前可能都在說 低極也有三厘左右 但現在可能是幾厘兩厘 還有另一個風險就是 其實它本身投了這麼多地 雖然新鴻基也是有借錢給它的 好像低息的貸款借給它 但是始終它的負債率 是否可以保持著長期那麼高呢 我們那次跟它溝通過 我們覺得其實它長遠有想過要減債的 那減債無非都可能你是 要麼再issue一些bond CB 或者可能真的直接做一些pacement 就是配股 咦 這樣有點害怕 其實我覺得它是長期 中短期內是有一個這樣的風險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完全沒有投資 這間公司沒有欠開的 那我未必會建議在這個價位再考慮 所以它的問題是Tommy問兩隻選 應該就是選一隻新創建的 一隻就是新世界一隻就是新地 應該先選新世界系的 因為這隻始終都比較貴 其實它配股都有些 有個潛在的配股風險 不過你也喜歡的 我也喜歡 我覺得如果你看得很長期 你覺得如果真的要在香港 買data center的業務 其實不作他選 都是只有一個選擇 因為它已經壟斷了市場 data center就像收租一樣 就是解開一格格 就是每個人都要租 我們這裡民眾都要租 對 好 今天就是幫了Tommy 另外花生就問 788 大家都很想問 其實昨天市場這麼沒方向 鐵塔都可以破頂 今早早再破 2.3.3 但現在倒下一點 退回1% 但仍然是很高位的 其實5G只有它一直延續上升通道 幾隻都是比較快的 那是否5G都是不作他算 都是鐵塔的呢 我想如果看股價表現 暫時來說 都是788是最好的 但始終我覺得現在788的估值 已經高到我 其實不知道大家在看什麼 其實你怎樣看估值呢 其實我也想知道 它只有一個全年業績 是不是就是這樣脫離開 其實它今年 so far 應該這麼說 它剛剛豐富了第一季 其實第一季是比市場上預期要好的 咦 它有市場率 市盈率了原來 是的 但是其實 瘋狂 過百倍 過百倍 但是可能這個預期 今年可能就會增長超過100% 但是我覺得 那就是啊 是的 但是anyway 我覺得始終來講 其實如果我們傳統價值投資者 我覺得這間公司其實是比較貴的 但是就好像Karina說 沒辦法 因為5G暫時 要不我覺得 如果暫時看最近股價 要不就是788比較好 要不就是763 是 中興通訊 763都OK的 其實昨天都是破頂的 是 應該都是52週的位 其實中興通訊 它和5G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要將中興 和華為的技術去做一個相比 其實絕對是沒得比的 就是在上一個週期 可能3G 4G還是有得比 但是我覺得5G 其實那個差距已經越拉越大了 但是問題就是在市場角度 我買不到華為 因為華為沒有上市 所以我們只必然要去買中興 就是PROXY 就是中興選擇 不過題外話說 可以華為最近的手機 就是我剛剛也換了華為那部手機 是不是啊 是 給觀眾朋友 就是那個S10啊 這個P30 Pro P30 Pro 哦 哦 很大隻 其實用起來是OK的 哦 很大 拍照的功能是OK的 但是我想說在市場上 基本上現在要買是很難的 我都走了很多間才能買到 哦 哦 所以我想說 是因為缺貨 缺貨 缺貨的問題 很少會見一個中國牌子的手機 會有一個 小米的經常都是 F10 F10 OK 但是它的亮點是什麼 它的亮點就是它的相機 你看到現在是四鏡頭 還有其實它的鏡頭是很厲害的 它用數碼變焦 最高可以去到50倍 就是利用上可能我們現在看對面的那棟建築 我們移動過去可能都會看到 對面的人在做什麼 那麼恐怖 這件事太恐怖了 就是回家就要拉窗簾 但是四鏡頭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都是加強畫面的照片的質素 因為它用一些光學的軟件去做到 就是像素上會再做得好一點 那這個多少錢 現在這部256GB就是6900 其實都是貴的 其實是貴的 我覺得以內地手機來說 其實都算是 就是人民幣還是港幣 港幣 港幣 但是 我是華為 說說說說 但是我聽說三星的接機 現在接起來了 是嗎 螢幕有問題 所以華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那個 可能今年年底 或者應該都應該會有 但是你這個不是5G 這個不是5G 是的 其實我也覺得5G機 接下來會出 但是始終技術上 你又未必這麼應用到 因為你譬如現在網絡商 都未必支持 所以你這麼快買5G機 其實未必享受到真實的功能 所以其實5G對於手機的供應 那個需求 是未釋放的 其實未 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你看看 其實好像今年 我覺得值得大家投資者去留意 比如你看看三大國內營運商 中移動 聯通 電信 其實他們對於5G的投入 其實不是很大的 是 就是每人都是幾十億至一百億之間 其實和大家市場上的預期 都比大家預期要少 甚至你和香港那些 譬如我們見過Smart Tone 那些 或者和記那些去談 其實他們都是 先看好一點 就是看看接下來的技術 為什麼不猶疑呢 我想其實就是 其實技術不算 就是還是很新 大家都想知道 譬如現在你看到大陸 都是說商用 某部分的城市 在試點去走 其實你看看4G的過程都是這樣的 其實不會一下 最初大家記得用4G 3G的時候就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如果你說真的要選擇 我想真的可能是鐵塔 叫做第一個率先會受惠 但是你說其他要去到營運商會受惠 我想那個會很厚 是啊 所以鐵塔和中興通常都要暫時都好一點 但是2342其實已經借債了 是 它都沒什麼升 反彈也是防禦的 其實都破不了之前的高位 是啊 那麼552 我們看看552 552也偏弱 都偏弱 那麼昂立光算不算的 昂立光就 科技 對 叫做 都不算很直接受惠 我覺得 好 不過今天就升了4% 但是941本來以為它就會 不過它還是繼續試底 是 今年以來低位了 應該是嗎 即是要照計算 還未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是的 都差不多 它的營運數據就是首季營運數據 比較令人失望 看看看看 應該有的 3月底的首季盈利237億人民幣 按年跌了8%的樓上 連同聯通 其實聯通首季盈利 按年增了22% 但是中國移動跌了1% 我看看聯通才會問你 762 真的OK一點 逆市是靠穩的 就是941 現在它在業績上沒有說到它的CapEx是多少 就是放在5G那裏 現在是 是不是 先前這一層 70多元炒到上80多元 就炒過5G 現在是80多元 跌回到74元 就怕那個CapEx又是5G 是嗎 其實我覺得上一轉升上去 我覺得市場上是炒錯了 炒錯了很慘 因為那時大家都心急 有理無理 總之跟5G有些相關 其實它掩錢拿出來的那個 是嗎 我自己又覺得營運商永遠都會是中後期才會享受到 你前期一定是會消費的 因為你始終5G 尤其是5G如果要鋪很多個小機站 其實可能投入不是很小的 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它們要受惠是比較難 而且亦都這樣說 究竟5G未來的月費的水平會是怎樣 其實亦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Apple可不可以加到呢 是的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 譬如最初大家都期望 可能4G會比3G要貴很多 其實現在反而4G的計算 都不是很貴的 是啊 沒甚麼分別 沒甚麼分別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營運商其實要賺錢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自己就一般喜歡這幾家 喜歡營運商 而且政府經常逼你割價戰 減費又要提速 他們真的很糟糕 而且它的息率 以往說它的cash flow好 息率好 現在就回到4G來3G 它的息率去到多少 你才覺得是值得再買回中移動 其實中移動我一向都不太喜歡管理層 老實說 為甚麼呢 我只覺得它拿著那麼多錢 其實我們以前 包括我在舊譜 我以前在衛利基金 有時我見中移動我的時候 我都跟它說為甚麼你不派多點息 或是你是不是都頂著牌息 他經常說40%多的 我經常都覺得你不要再跟這個percentage 因為你拿著成千億 我覺得是一般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不會特別考慮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投資者想著看得很長的 又很喜歡收息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喜歡收息 其實45來也有其他選擇 比如有623 778 其實都接近5厘的 是啊 可能就兩間那些 中移有個人問你匯控 匯控67.2.5買來收息 行不行 匯控我覺得真的 你見到其實這次整個浪上升了 其實基本上它都叫做沒甚麼動過的 你完全是應該說它沒有它份 是沒有它份 你非常之斯文 忘記了它 基本上是 好像Karenna說是沒有它份 我覺得 如果你是純粹收息的角度 我覺得都可以的 它肯定是基本上穩陣 但亦都留意管理層的 之前公開都說過 其實接下來它會保持著牌息 它不會再加牌息 可能保持著絕對 每年拍多少我就拍多少 所以你變了吸引力又少了 你以前可能還期望它 每年還會加點牌息 現在沒有了這個Story 是啊 沒有人會這樣想 沒有人會這樣想 另外銀行的角度 你以全球性的銀行 你看回匯豐和渣打 渣打昨天就好一點 因為有全華會回購 但是撇除這兩樣東西 其實這些Global的Bank 其實做得一般的 你反而見恆生 股價就強很多 恆生2388都好跌 好過來了 不像它這樣呆呆祭祭 11號也是一個上升通道 2388也上回35 都可以的 現在站在高位那裏 匯豐現在等於5月3號 公佈第一季的中期股息 正如你所說 那些十尾先都是沒逃跑的 沒有逃跑的 另外我朋友也問到3號 那麼多人問一些修飾的東西 現在市場大家都想著避險 是的 每個人都不想買一些強勁走勢的東西 可能找不到 是不是很難找 真的很難找 很想找一些會升的股票 有沒有 現在真的 我想是萬洲那隻 昨天2008 是的 不要 你先說中華煤氣 OK 煤氣 鳳梓是貴的 這麼多年大家都不解之謎 大家常常說 為何可以長期都站在二十多倍上 我想煤氣是很溫爭的股票 而且我相信很多市場有些朋友 就是投資者 可能每個月都賣 月供也有 很多這樣的粉絲 你真是聰明 我每個月供幾千元 是 供了十幾二十九幾年 OK 下次要你請吃飯 是不是請吃飯 當然 你為什麼說錯我的一句 所以我覺得煤氣長期都是好的 亦都很難用估值去說 因為它怎樣都是貴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總之逢低去買 你每次見到他可能聽一些主要的線 譬如可能五十天線 你可能已經要買一些 甚至要不像Karina那麼聰明 月供 你不要管他 你每個月買一些 他貴有貴賣 便宜又便宜買 沒錯 那儲起來 其實他每年都十送一 其實算起來算起來 其實就很不錯 是啊 即是他現在就快就會隨正 就是5月30日就會隨正 如果想要賣金一轉的十送一 5月30日就要遲入煤氣 就像你所說 其實可以看一些線 如果十天線 這裡十天線 現在差不多都已經五十天線 十八個三 可能五十天線已經要賣 它很少會大幅偏離 除非市場很不跌 真的很差 即是全世界都跌 它都會跌 這就是煤氣 另外找回一些題目 有人說你說得很好 謝謝 那好吧 就有煤氣 這個5號說了 1810 咦 你買了一隻華為 是 手機 那一隻1810又行不行 它有個概念 是 就是會 快便會入到港股通 有可能 是 應該傳得 應該是 只有它 它是美團 是 如果能入到的話 是否能幫到它 絕對是的 我覺得在資金流入的角度 絕對是會 就是多了內地的資金 可以買到 那之前 除非它在香港開戶後 如果不是 基本上它買不到 那這個必然是好處來的 但是小米呢 其實我一直就 我不是很看得明白這間公司的 是 因為我始終覺得 它是一間做硬件的公司 那我自己就未必太喜歡這類公司 而且小米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報紙 其實很多報導都有說 其實最近雷軍就說 其實它接下來會進軍一些 大型小小的家電 譬如它剛剛這一年 其實它有出一些冷氣機 洗衣機 聽說都賣得不錯的 是的 譬如我有朋友 其實以往有用過一些小家電 有一個吸塵機 說自己可以搖一搖 是的 行不行 其實那位朋友就說很棒 所以我未買 我也想試一下 他說要二千多元 其實也不便宜 是的 也不便宜 是的 它基本上用WiFi 怎樣全球定位 又知道你家裡的所有東西是怎樣 可以掃除你 這小小家電 其實其實聽到很多朋友說 都做得不錯 但是接下來它要做一些大型的家電 是 那這方面 暫時的成果是怎樣的 即是有部份人說都不錯 但是我覺得要再看下去 因為其實你要進軍大家電 已經會打 例如可能打海耳 美的 格力 就是冷氣機這些 是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是不是這麼有競爭力 這個成為一個移民來的 是 另外它電視的部分其實做得不錯 它應該已經連續一兩年是拿到銷量 以銷量計應該是冠軍 就是網上電視 另外就是手機那方面 那手機那方面我覺得它就相對會受到壓力 就是我覺得華為最近的趨勢其實很強 我想華為的市… 它不是華為的級數 是 不過它最近出的機器 都貴了一點 都貴了一點 其實它整體來說都想拉高價錢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它會有壓力 但是整體來說這間公司 我就覺得我自己就一般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投資者怎麼看 我自己就一般喜歡 所以小米就一般的 好了 我們進入黃金洲的模式 我們剛剛過了復活節假期 有些朋友就問到幾隻黃金洲概念股 布行峰就問178會不會受惠於黃金洲 另外一位朋友就問到那些澳門博彩股 就是選擇27號還是選擇1928 其實整個黃金洲概念 就炒到這個水位 都不… 怎會再炒黃金洲 十幾二十多年前就炒而已 是 現在我覺得效應就真的差一點 而且178你可以看 其實最近它的股價偏弱 其實它都出了那個認為數據 是 很差 同店銷售的 同店銷售很差 那我怕這是一個固域的問題 以前可能大家就覺得 有時會不會生意沒有那麼好 可能是因為 貴智性的 貴智性的 或者是旅客少了 或者人民幣 升月點 還是我現在在想 還是固域真的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近來你看到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 可能上網買化妝品 或者一些水貨店 各式各樣的 其實多了很多競爭 那我現在就擔心 會不會是沙沙已經面對 一個固域的問題 而令到盤生意 就算未來旅客多了也好 其實它未必會很受惠 反而我覺得如果你說 真的要香港零售 最近你可以留意一下周大福 是 因為剛剛周大福和六福都公佈了認譽數據 而明顯 1929 是的 明顯周大福的數據是好很多的 反而六福都是一般的 即是人們買金 你就很難網上買金 我買化妝品 韓國化妝品 就很容易買到直接機 或者用開的可能已經直接落貨 訂購已經OK 你買一個鏈嘴的那些鏈鏈 你都要拼一下 看看是否漂亮 所以這些是好一點的 但最近的金價又回了一些 其實是利好還是利淡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國有國的說法 我覺得其實有些人說金價回 他們可能會多助人去買金 但是反過來說 金價升的時候 有機會其實金箱是賺得多了 錯了一些貨 在一個margin會賺得多了 所以我覺得各有各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就不要單純 如果假設你是想因為金價而去買金 這些金式股我就不是太建議 直接買金股 不如如果你真的想賭金 譬如買金的ETF 或者你可能買招金 可能更直接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按零售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最近來說 我覺得周大福就會偏好一點 因為你看到佐丹奴 剛剛公佈的數 佐丹奴709 都不可以的 所以三是不行的 三和化妝品都不行的 是的 我想佐丹奴就特別 可能受到Unical的影響 反而Unical公佈的數字就很漂亮 是的 又做了首富 是的 又做了首富 其實我覺得 我想三給Unical的競爭 或者衝擊都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香港零售股裡面 暫時應該是周大福相對上 算是比較好 因為最近的數字是OK的 是 看看六幅線 六幅都是在高位 是的 近月的高位 是的 但是今早上還是回到 零售股 你們又剛剛做了一個 compancy visit 那隻多少號 831 是不是 原來眼鏡的那間 最近很Hit的那間都是她代理的 是的 其實眼鏡的Karina 她說的是 其實那間EZOFF 是Joff 其實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其實就被利亞零售拿了一個獨家代理 那她就整個華南區 那基本上在香港 澳門 和南中國都可以開 那暫時就會在香港開 那其實我之前說的 就是她第一間店在太古城開 那其實一開的時候 那原來是第一間來的 是第一間來的 因為我以前也住在太古那邊 所以我那時候 那間長期門口有條龍的 是的 那其實這間 現在眼鏡店其實做得很好的 為什麼呢 其實一般 如果平均我們去看一些 細型的眼鏡店 其實每個月的銷售 可能說的是 就是單店銷售 可能是一萬元 至兩萬元左右 每天 對不起 每天單店銷售 或一萬元左右 但是譬如這間Joff 其實它現在說的 單店銷售 每天可能做到三至四萬 為什麼 那些人很喜歡日本眼鏡的嗎 其實我覺得是 它帶領著一個熱潮 其實它是時尚一點的 它就是一個路線 就是現在變成 而且它的價位是相對上低一點 其實表面上低一點 其實你進去 加這間路 其實可能都成千元一副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 而且它很快 就是你以前可能說 我要等幾天 現在基本上是三十分鐘 它就可以給到你 現在大家覺得 這個技術就很難取締 其實是 還有一種潮流 一個感覺 其實它走路士 就有點像三個角度 H&M 說是Sara 為什麼Sara 快速時裝 快速時裝 你會覺得 可能女士 尤其是你每次進去 你都覺得 已經有一些新款在 是的 我保持著 我走過 我就要進去 你說得對 一件好像兩三百元 你這大後 就不會兩三百元走的 你通常都一千元才走 對 還有你來不來 你都會想 好像有個癮 你要進去看 巡視一下業務 巡視一下業務 是的 所以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還有其實 我們剛剛見完 公司管理層 其實公司管理層都說 其實它以前 也有做一個網上的 一個零售 叫支點 Finger Shop 或是Finger Point 其實那一部分 其實一直在虧錢 虧了一千萬 它最近都賣了給 TVB 將這個虧錢的業務 賣給 TVB 竟然有這樣的事 不知道 因為TVB它有個Big Big Channel TVB就買了這個 它又想做好這個 Online那邊的Sales 但對利亞來說 絕對有好事 因為 脫了 脫了 蝕錢的東西 是的 另外它其實 現在它便利店那邊 其實去年的增長 明顯是好很多 比過去那幾年 為什麼呢 其實它都推了一個APP 在早年多之前 就是OK的一個APP 其實這個APP 就很方便 為什麼呢 你拿了自己的BATON 以後你買滿20元 以前不是要儲一些飛仔 引仔 哦 就放進APP 就不用再貼貼紙了 不用再貼貼紙 還有呢 譬如我還欠一個印花 Karina 你有的 我說Karina 你可以分享你的印花 這樣也可以嗎 可以分享給我 這樣我就可以換到公仔 方便很多 而且它可以主動去引流 引回顧客來 因為它內幕會 會彈一些訊息出來 譬如今天買雪糕 多少支有特價 以前你不去的 你是不知道的 現在突然APP出來 可能原本你有沒有 就提醒了 你沒有想過買雪糕吃的 那現在你就會主動去 就去OK賣 所以整個APP 其實令到人流方面的 訊息是好很多的 是 那些息率行不行嗎 息率其實都非常之好 那你見到它 基本上派息是非常之穩妥的 其實現在也有5、6厘息 是的 OK 還有接下來今年 其實它每三年就是這樣的 它每三年有一個三年計劃 那三年計劃裡面 它沒有一些重大的收購 它基本上會將賬上面 一半的現金派出來 那所以接下來一年 就應該會是這樣做 所以見到一七年那次 就派了一個特別息 是的 所以可以預期 接下來這一年 那個全年業績 應該都會派一個特別息 如果計算一下特別息 它應該羽毛以後有機會 超過可能接近七厘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間公司 如果以盈利增長的角度 可能都有一成 不至兩成之間 再加上七厘息 我覺得其實防守力很足夠 所以它的股價一直在高位不下 是啊 我想買都買不到 其實買吧 4元而已 因為成交量 要注意一下 成交量相對低 比較疏 比較疏 所以買下去就要小心一點 要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 就是這間公司 講到網絡 其實我看到有些朋友 都推銷E137 你說是BigBigShop 是的 但是BigBigShop 就是不知有多少人用 我比較多用香港電視 就是HKTV Mall 你有用過它的服務嗎 有 有保持著用 其實我覺得有點煩 要400元才送貨 OK 有錢未必真的買夠 買不夠 你知道冬肉那些 但是VIP可以是 不知200元還是250元 那我也沒有 因為我其實家裡 是有一間圍康 其實是貪便宜的 譬如冬肉是200元 減到100元 但是你買不夠400元 你的雪櫃不夠大 所以我就 但是我覺得它的APP 也是好用的 但是它也是向高位 如果傳統的零售股 也沒有什麼五一黃金周的概念 其實可以不用你五一黃金周 除非只有澳門股 是有少許炒作空間 但是如果以零售股來說 實體店還是Online購物 你會選擇誰呢 其實我覺得Online 一定是一個大趨勢 但是我覺得 究竟會真的好像中國那種模特兒 或者中國那種模特兒 就是網購已經盛行得很厲害 但是另一個市場 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日本市場 其實日本 你見日本依然有很多便利店 譬如我自己買利亞零售的時候 我不斷在想這個問題 會不會接下來 就是所有Online的東西 會takeover 很多Offline的東西 你已經在利亞零售的時候 你OK 我都要下去買雪糕 是的 我覺得應該未必是 所以是某些零售的業態 可能是要轉到Online 但是有些傳統 譬如好像便利店 你看日本依然便利店很盛行 這類的衝擊就會小一點 就是買衣服、化妝品 可能就會有很大的衝擊 但是一些貴價的東西 譬如一些手袋 就是幾皮一個手袋 或者珠寶 或者一些非常日常的用品 都是要去實體店買的 是的 因為你見譬如好像衣服 我早兩天去Unico 其實Unico你見 如果你最近去 你會發覺它不斷推介APP 它叫你登記它的APP 它說如果你登記我的APP 我還要給你10元優惠捐利 為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 我想它都是想 部分的引流去到網上 是的 它也都是賣滿 好像400元還是多少 就可以免費送貨 還要不知即日 還是第一天 已經可以送貨 所以我覺得 其實傳統的零售 賣衣服這些 其實接下來都會這樣 就是有Online和Offline 很難只是拿做Offline 好 那這個我們下次再分享一下 零售股的不同sector的分法 另外 還是說吳一王金集 這個銀河娛樂 還有就是1928 如果讓你選擇哪一隻 還有實情是否受惠呢 其實我覺得就 其實我想一年年大家都慣常都是這樣 現在整個五一就想起 我會不會炒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我自己就很少 從這麼短線的角度去看這些股票 但是我自己 其實我覺得很老實說 我自己都錯過了 剛剛這一段 賭業股的升幅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擔心 年初的時候我比較擔心 其實經濟的情況 會不會令到經濟情況差一點 令到賭業也受到影響 但是暫時又不是很覺得是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我選擇 我都會選擇 可能是真的27 就是銀河 銀河本身一直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是的 我很喜歡管理性 我喜歡它 接下來還有很多地可以發展 但是最近1928其實也不錯 因為你看到它做 我們叫Premium Mask 比中場高一點 但又未到VIP那裡 Premium Mask那邊也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首選 都應該是27和1928 兩隻都可以的 還有1928最近又將其中 假日酒店它現在在部署會升級 假日酒店本身是低階段 它也打算升級 升級後可能會吸引到 多一些高階段的顧客 好 今早就兩隻 我每個估計都是跟著時回到一點 不過你找到很多問題還未回答 不過我們兩個今天都 有點不可惜狀態 是的 不好意思 我是這樣很想剪 所以我也剪了 今天 找一次再上來好嗎 再跟我們回答一些問題 謝謝Larry 我們明天在中日財經年事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